太史公读有关猎猴分封的资料 读到变猴时说道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长沙王被封为诸侯王 记录在法令的第一篇中 他的忠诚受到了赞扬 当初高祖平定天下 功臣之中不是皇室同姓宗亲 而猎土受封的诸侯王有八个 到校会帝时 只剩下长沙王保全了他的封国 接连传承武士 最后因为没有后司才绝封 自始自终都没有犯什么过错 作为朝廷的翻手 尽职尽责 事情果真如此 所以他的得业 能使庞系子孙都能享受到恩惠 没有创建功虚 而受封为侯的就有殊人 从校会帝之初到校警帝之末 期间五十多年 追陆高祖时遗漏未封的功臣 以及追随校文帝 从大国入计大统的旧臣 校警帝时期 在平定无储七国之乱的战事中 立下了显著功劳的将相官员 身为皇室骨肉至亲的诸侯子弟 前来投顺的外邦一族的首领等等 先后受封为侯的有九十多人 现在把他们受封传承的情况列表 记载如下 这些都是当代有人意 见大功的人物中比较突出的 In the depths of the world where the sunlight filters through there's a symphony unfolding every day anew with the chorus of birds singing in harmony there are melodies of joy setting spirits free oh yeah oh let the sweet songs linger let them fill the air as the... has the... 感谢观看